接着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个重点 叫做磁场 这个是我们客人要各位做的实验 就是有一个压克力板 下面垫一块磁铁上面撒一些铁粉 后面有动画可以显示 撒一撒然后敲一敲 然后就发现铁粉就会形成一个图案 这个铁粉会形成图案 就因为它受到了磁力的作用 所以会排出一个形状 排出一个形状 这个是棒状磁铁的 然后呢我们如果是摆的是磁针 你就发现它磁针会指示不同的方向 磁针也是因为受到了磁力的作用 所以会指示一些方向 因此我就知道说 原来我这里放磁铁之后 周围就会受到磁力的影响 磁力影响 那么在物理上 我们就把它说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磁场 所以我们的铁粉跟磁针受到了磁力的作用 会排出特殊的形状 样子 磁针会指向特定的方向 都是因为磁力的作用 于是我们就说我建立了一个磁场 建立了一个磁场 我这根磁铁在周围建立了一个磁场 场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力量所及的范围 它解释了超距离 我有重力 因为我在周围建立了一个重力场 所以你只要进到我的重力场 你就会受到我的重力影响 不用碰到我 我有磁力 我建立了一个磁场 我在周围的空间建立了一个磁场 你进到空间里面 进到我的磁场 就受到磁力的作用 不用碰到我 所以场的观念解释了超距离的存在 所以所有超距离都可以用场解释 所以静电可以有电场 重力可以有重力场 磁力可以有磁场 所以场就是力量所及的范围 叫做所谓的场 所以磁场就是磁力所及的范围 电场就是电力所及的范围 所以场就是重力所及的范围 那如何去描写一个场 有抽象的方法跟具体的方法 数学是可以来描写我的场 这种比较麻烦 要数学很难懂 那有具象化的方法 比如说有个凹洞 等一下有个东西出来 但是那个东西不好 然后电场 实际上我用电力线跟磁力线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交磁力线 要用磁力线来表达我的磁场 这是我们学会的重点 等一下再说 那特殊的东西像这样 这个不好 最古老的自然科学博物馆 就是一个台子 上面放了几个凹洞 然后把球丢过去 然后呢 球丢过去之后 有的会直接掉到洞里去 有的会是个洞在转圈圈 然后旋转然后掉下去 有的会 转弯偏向 它就是用那个凹洞 来表达我的重力场 后来感觉这种就很无聊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用手按 按然后就有个线跑出去 看到有的会转弯 有的会掉进去 可是你根本没有feel 那就是一个电量跑过去 你根本没有感觉 那以前是你实际上去操作 你就会发现 那个凹洞 碰到凹洞 会有产生不同的作用 但无论如何 它就是用凹洞来模拟什么 模拟我们的重力场 模拟我们重力场 所以具体表现重力 所以第一天就给你了解 什么叫场 就是力量所及的范围 可以帮助我解释超距离的存在 那么我们等一下就要用实力线 来表达我们的磁场 OK